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有一篇沐青等新华士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人们留心观察 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实施作痛的肝部 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一套上 日子久了 他办工作的腾椅上 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 同志们问起来 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 这段话里的他就是焦鱼录 曾经有一位13岁的少年 在政治课上听老师讲到这段话的时候 深感震撼 这个少年就是习近平 从此焦鱼录的形象就一直在习近平的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到过这个故事 2019年3月 习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 还深情地说道 这节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 我现在手上有一张焦鱼录广为流传的照片 悉心的人可能发现 在焦鱼录的身后 斜伸出一片抛桶叶 那这颗没有露出全貌的抛桶呢 就是焦鱼录当年亲手在下的 现在大家亲切地叫它焦桶 这颗焦桶现在就在我的身后 如今50多年过去了 这棵树枝繁叶茂 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 它已经成为了焦鱼录精神的象征 2009年到2014年 习近平三副兰考 2009年4月 习近平在焦桶附近 亲手栽下了一棵抛桶树 他说焦鱼录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塑造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 铸就了亲民爱民 艰苦奋斗 科学求实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的焦鱼录精神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晚上 曾经在这里 是泥沙沉积 河道封禁 那兰考84个风口中 最大的那个 就是在这 那这的老人们都说 以前刮风的时候 只要一张嘴说话 兰考都是沙子 在兰考工作期间 焦鱼录立下了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 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事业 于是他冒着风雪叹民情 顶着病痛痴散海 带领当地群众 为了改变兰考 封杀 内涝 严谨的面貌而奋斗 2014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到兰考调研 首先就参观了 焦鱼录同志纪念馆 总书记说 我们这一代人 是深受焦鱼录同志试迹 教育成长起来的 我一直认为 焦鱼录同志 为县委书记树立的榜样 的确 长期以来 习近平在不同领导岗位上 始终强调 学习和弘扬 焦鱼录情深 1990年7月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读了 新华社播发的人民呼唤 焦鱼录一文后 填写了 念奴焦 追思焦鱼录 这集艺术地表达了 焦鱼录星辰的美好影响 和榜样意义 由此先出 总书记一直秉承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市政语言 2019年3月 习近平在罗马会见 意大利众议长飞科士谈到 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 为中国的发展 奉献自己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简单 周期八周年 特别是西中处级 多次唱调 大力洪扬交易的竞争 远川国的丹安干部 都能像交易如同的那样 串人串人为一名服务 行动有党 行动有免 行动有色 行动有钱 发问国家 觉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